7月29日20时至8月2日的7时 我是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 从旗下监测数据上看 单暂降雨量突破历史的极值 昌平区王家园水库降雨达到了745毫米 是北京地区有遗弃记录以来 140年遇到的最大的降雨量 地质灾害监测数据记录到了更高的极值 全市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的有三个点位 在700毫米以上的有51个点位 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331毫米 在83个小时内的降雨就达到了 以往平均年降雨量的60% 门头沟区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538毫米 防山区达到了599毫米 特大暴雨导致全市主要河流 洪水来得快 量极大 风值高 永定河 卢沟桥栈 洪风量 仅用了两小时 就从1000立方米每秒 上升到 4650立方米每秒 是1925年以来的最大洪风 大师和漫水桥站最大的洪风流量达到了5300立方米每秒 是有实测记录以来历史最高记录 巨马河张房站最大的洪风流量达到了6200立方米每秒 是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二高的记录 上述两河断面洪量分别相当于2012年721强降雨的9倍和4倍 大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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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